我现在呢,不好意思 有一点点 很害怕被扣帽子 所以呢,直接跟我讲完 就是呢,不好意思 等我一下 不是啦,我还特地化一个妆 是说要这样子的话 那刚刚化什么呢? 到底在干嘛我? 不好意思 那我想要用很理智的状态来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 在一开始我选择把包包拿去鉴定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真的收到太多太多质疑的声音 那我也不是一个专业的鉴定的人员 所以呢 我就把它交给了一个 有证书的鉴定的中心 虽然 一开始可以修构正 我知道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构正可以 平息 所以 我手上有构正 我手上有构正 但是我觉得拿出来也没有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 没有拿构正出来 很多人都叫我 不要多说话 多说多错 会被放大 希望我沉淀一下 整理一下心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 我 让你们等了几天 这个是我情终一张构正 先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拿去验得包包的结果 我有拿到的这张证书 所以呢我们拿到的这张证书 那我想要说的是 我再次重申 包有疑虑 我们才找代购负责 如果没有问题 那我跟代购就没有问题 这几天呢 我没有逃避 我都在做事情 因为我知道 愤怒会让我丧失智慧 我从来没有说我自己 多有钱 我也没有自称贵妇 或自称名媛 从来没有过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贵妇 我也不是名媛 我就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 所以呢我从来 我从来没有以贵妇名媛自居 因为我真的不是 那我交朋友 也不是以前会有 我是以成交友 所以我从来也不会说 谁有钱我跟谁做朋友 没有这样子的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绝对不会这样的 然后我从来也没有觉得 我自己高人一等 我喜欢买东西没有错 可是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人 这件事情很重要 千万不要去造谣这些事情 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 我更没有说过什么 看不起穷人这件事情 公众人物被检视 很多很多的检视 甚至是放大检视 批评指教 身为艺人 这个公众人物 我都虚心的接受 但是我真的 请大家不要做出任何的人生攻击 不只是对我 请你对身边的每一个人 公众人物 都不要做出人生的攻击 无限上纲的无差别攻击 我觉得 这个东西 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你可以不喜欢我 没有关系 你可以不要看我 但是请你不要随意的人生攻击 更不要去打扰我身边的人 不愿意但